与中国脱钩 跟着美国混的日韩两国陷入到经济沼泽 到头来 不得不回头再求中国 只不过这一次 王毅这关 可不好过 近年来 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并不融洽 三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受到了政治外交的因素牵连 再加上日韩两国 没少掺和美国的脱钩锻炼计划 所以不少人觉得 再这么发展下去 哪怕同在亚太 日韩两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 迟早会玩完脱钩 其实 哪怕他们看不惯中国 日韩两国的经济 还真的就离不开中国了 之所以这么说 还得从最近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中日韩外长会说起 为什么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会被当成重要议题之一呢 无非是这个经济数据 实在是打了日韩两国的脸 根据韩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整个2022年 韩国GDP总额是1.67万亿美元 全球排名直接跌出了前十 至于日本情况也没好到哪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10月份数据显示 整个2022年 日本人均GDP是4.2万美元 这个数据在全体发达国家中 优势也不太明显 甚至排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 你也可见 美国爸爸也并不管用 跟着拜登混 一息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钩 着实是不明智的选择 这只会让他们彻底把自己陷入到经济沼泽之中 毕竟哪怕美国再有本事也没办法雨露均沾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韩两国如此期待 11月份中日韩外长会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想求求中国经济 我们好好再发展发展吧 如今的日韩已经意识到 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确实太惨 而导致这些数据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还得从一些其他因素上说起 至于这些其他因素 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接着影响三国之间的贸易 也说不定 我们来看看这些其他原因 第一个就是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已经跨出了很大一步 这也就意味着此前造成 可能有不利于外企生存的因素 现在已经趋于稳定 已经缩小了 比如和本土的企业竞争力相比 比如说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问题 对于日韩两国的影响力也在降低 因为我们这个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 也是用这些人 相对于继续将产业转移到 就是说印度或者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企业 拥有庞大劳动力和市场的中国 无疑是日韩最好的选择 第二就是中日韩三国此间贸易额的降低 还受到全球经济萧条影响的缘故 然而随着各国经济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 这种负面影响必然发生改变 消费者的压力小了 消费指数必然上去 三国之间的贸易额也会有回暖趋势 第三就是以韩国对华投资下降之事为例 这其中除了中韩之间政治关系影响之外 还有韩国自身经济周期发展因素的制约 比如前年和大前年 韩国在对华投资方面并不是很惨淡 每个月的数据甚至还出现同比增长的情况 就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显示 虽然还是呈下降的态势 但是接下来是不是会趋于稳定 止跌回升 还真说不好 那你看釜山中日韩外长会顺利召开 那也经过行商之后 三国也必将在经贸上有进一步的动作 当然 进一步的动作是最理想的状况 说明日韩两国还有得救 如果尹西约政府和岸田文雄政府 愿意放下对于中国的打压和惩戒 那么我想三国实现合作共赢 也未尝不可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样一个数据的回暖